每年生肖運程大家都會向好方面來思考 但人生真是不如意的事實常發狗 有順境都會有逆境 假如財運差的話 你小心點、謹慎點理財就行了 工作運差的話加倍努力多多增值 感情運差就培養多點興趣 擴闊社交圈子總會找到你的對象 不過大家最擔心的就是犯官非 根據坊間玄學家所推算 在套年裏十二的生肖當中 屬套的本命年是值太歲 運勢真是驚極滿途 春天過後情況可能會差一點 甚至陷入低潮 今年因為是小人從中作梗 你的情緒很容易會波動 輕則惹來口舌是非 重則反正會釀成官非麻煩都未頂 屬鼠今年就叫做形態稅 整體的運勢都是偏弱的 不論是工作或者愛情都會波折重重 舉步為奸 今年特別要留心 不要誤信小人 千萬不要貪圖一時利益 作出一些不正當的決定 如果墮入騙局 就會令金錢名譽受損 嚴重甚至可能會涉及官非 各種不信 會令你覺得疲於奔命應接不下 但不要緊 只要小心一些 所以鎮定地處理就可以了 最後還有屬豬的朋友 今年因為有空姓 這個空姓會主事甚麼呢 就是官眾橫非的災厄 所以適宜戒憎眾 遠離是非之地 凡是小心 錢財千萬不要亂洗 官非口舌大家都不想惹到 騙徒就是利用大家 派野官非的心態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來騙你 例如大家經常都會在媒體上看到 假務官員電話騙案 通常一類騙案是有三部曲 第一部 預錄語音 騙徒會用一些預錄語音打電話給你 聲稱是速遞公司、銀行、政府部門 或其他機構諸如此類 然後就會要求你按一個鍵 選擇收聽的語言 是真的一樣 第二部就會告訴你 你涉及刑事案件 會將你轉駁到一個假務的內地執法人員 這個騙徒就會告訴你 告訴受害人 你在內地犯法 需要提供你的網上銀行資料 做一個快速的審查 幫你自己是洗脫嫌疑的 在過程當中 編徒又能夠向受害人展示他的相片 姓名和身份證這些個人資料 第三部 操控網上理財戶口和轉走你的存款 編徒會要求受害人下載一些應用程式 或者要求受害人去到藝務的網站 在那個程式或者網站那裡輸入網上銀行資料 受害人最終輸入完之後 自己的存款 戶口裏面的存款 就被人轉走了 真的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受害人X先生 22歲而已 是一名中國的留學生 早前遇上了假務官員來騙他 令到他損失了不少 根據X先生的益術 在2021年12月某一日的下午 他那時在家裡收到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的字頭是有加852的 加852 冒充是香港的內電 這位一號編徒 就是一個可以說普通話的女生 自稱是順豐速遞職員 告訴X先生 有一個包括寄去上海涉及違法行為 我們發現裡面藏有七張往來港澳的通行證 這個一號騙徒 接著就會把電話轉駁給另外一個二號騙徒 這位二號騙徒 就是一個粗普通話的男子 這個男子會聲稱自己是上海市黃報公安局的警官 向X先生表示公安局在2021年7月 拘捕了一名內地銀行的高層 涉及多個國家的詐騙罪行 而調查當中發現其中一個收款帳戶就是 X先生用你的名字登記的 涉及有16名受害人 騙款達到237萬人民幣 二號騙徒就說法庭已經向X先生發出拘捕令 以及要凍結你銀行的賬戶 除此之外 又要求X先生下載一個叫做secret的即時通訊軟件 以作調查之用 又俄稱稍後會和他的上司 就由X先生的控罪進行求情 之後X先生就應二號騙徒的邀請 下載了這個即時通訊軟件secret 和和二號騙徒和他所謂上司 即是第三號騙徒 就建立了一個聊天群組 X先生就透過這個群組 向三號騙徒求情 三號騙徒說 我可以以個人名義為你做擔保 但你需要繳交250萬人民幣 作為一個擔保金 在2021年12月13至17日期間 X先生就跟隨三號騙徒的指示 將250萬人民幣 分別匯入了三號騙徒 所提供的幾十個內地的個人銀行的賬戶 完成了轉帳後 二號騙徒和三號騙徒 都是失去了聯絡 不見了人 當時X先生才醒覺 原來這間是騙案 就去警署報案 怎樣可以提防這些騙案 大家留意 如果有些來電顯示前面有 加852這三個號碼 很大可能都是假扮由本地打出的詐騙電話 即使陌生來電者 能夠說出你的個人資料 甚至是傳送給你 有你相片的拘捕令 都不代表他真正的執法人員 因為騙徒可以透過很多非法手段 拿到你的個人資料 真正的執法人員調查案件 是不會透過電話 問你拿你的銀行帳戶資料 如果你有懷疑不知怎算 打電話 不過這次不是打電話給發在生的黃昌安先生 而是打防騙議的熱洩 18222查詢 打電話 不會輸洩 祝大家兔年裁員講進 千萬不要受騙 別忘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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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